腳中鋒 腳中鋒可能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不過其實都是一個很簡單的病理 主要是腳的動脈血管有些阻塞 其實可以分為急性和慢性 急性通常都是有些心律不正 而有一個血塊的心臟引起 如果血塊跌到腳中鋒 就引致一個叫急性的腳動脈阻塞 我們叫急性腳中鋒 而慢性可能很多人都知道 食煙、三高人氣 那條動脈血管慢慢阻塞 我們叫做慢性的腳中鋒 冬天是特別容易出事 因為很多人都知道 包括心臟癌或中鋒 在冬天發病都是特別高 腳中鋒的情況都一樣 有些甚麼人特別高危 剛才提到心裏不正的人 是比較高危的 而慢性中鋒那些 通常都是三高或吸煙的人 肥胖、沒有做運動 吃東西吃得比較肥膩 都會容易些有腳中鋒的情況 急性腳中鋒 其實都幾次真的中鋒 通常患者突然間一邊的腳 是完全很疲,很痛,動不到 有些人以為真的中鋒 但其實如果看清楚腳 那隻腳是沒有血色 很冷 就是腳的血管阻塞 就不是滑過腦的血管阻塞 而引起腳中鋒 另一方面 慢性的腳中鋒 在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沒有甚麼病徵 到中期的時候 就開始走路痛 我們叫做間歇性可行 走一段路之後就開始動不到 開始腳痛 要休息一段段時間 然後可以再走路 這叫做間歇性可行 走一段路 休息一段 走一段路 這個模式很有趣 另一個更嚴重的情況 就是開始不動也很痛 特別晚上睡覺的時候 腳掌和腳趾很痛 到最後的情況 就是開始有潰爛 壞椎的情況出現 這些就是一般 慢性腳中鋒的病症 甚至乎他們是爛了腳趾都不理 有些人是覺得自己會慢慢好 痘了幾個月才看醫生 這些就不是很鼓勵 我們說真的 因為說真的 越等得久 康復的機會就越低 因為病因就是腳的血管阻傷 就不是腳趾爛 你不理腳趾 其實本因也拐不了 最後這些病人如果太遲 一發炎的話 就可以沒有了腳 要折肢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